师父徒弟经常给人讲课 多念佛 少诵经 吃肉的人不可以诵经 非常忙的人不可以诵经 师父正确 不正确 说佛一定要以佛的经教为准 佛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 这个吃肉的人不能诵经 佛在哪个经上讲的 没有啊 佛没有说过这个话了 我们也没有听过祖师大德讲过这个话了 所以我们要以佛经论做依据 工作繁忙的人为什么不可以送金 一样可以送金 一部经不能一次送完 可以分做好几次 像无量寿经虽然不长 初学的人念一遍大概两个小时 没有这么多长的时间 我一天念几篇 我一天念几篇 一个星期送一部可以 一个月送一部也可以 不能不读经 所以这些都是以佛传佛的错误观念 请不吝点赞来